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继续球星卡的开包 这两天世界杯终于开始了 每天看比赛都看得很累啊 但是我个人觉得从世界杯开载 今天是第三天目前已经进行的几场比赛来说 还相对都挺精彩的 虽然连续两天我买的彩票 都是在最后一分钟被绝杀掉 Anyway,这就是足球的精彩之处 好,那我们正式开始看今天的球星卡 OK,今天我们球星卡怎么开呢 我们换个方法 叮叮叮 这就是今天的五张考 那我们一张一张来看 那我们就从右往左一张张开始咯 看看今天第一张是谁 瑞士老将贝赫拉米 这个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 其实不是他的球技或什么 而是他每一场比赛都弄得非常帅气的大背头 贝赫拉米从05年开始就为瑞士国家队效力 他是1985年年线33岁了 他现在效力于乌迪内斯 贝赫拉米包括之前在拉齐奥 他应该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一家 一直在一家战战 算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将了 贝赫拉米踢的位置应该是介于后腰和前腰之间 两个位置他都能胜任 也算是一个传统的B2B中场 大局观非常强 体力强悍 然后关键是他斗志非常昂扬 尤其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每年的罗马德比 拉齐奥遇上罗马队的时候 如果有球员冲突或打架 第一个冲上去的一定是贝赫拉米 贝赫拉米在现如今的瑞士队中 地位非常的重要 他应该是球队的2号队长 瑞士队中场不可或缺的一员吧 他1米84 71公斤 其实不算是很强壮的球员 但是我们经常说他用斗志弥补 他身体上的不足 贝赫拉米的攻击能力不是很强 他可能更加侧重的是防守和侧应能力 也就是说对方的中场核心 想要轻易的突破瑞士队的中场 首先要过的一关就是贝赫拉米这一关 所以今天第一张卡就是瑞士队的中场核心 目前效率于乌迪内斯的一家老将贝赫拉米 然后第二张 看一下哦 老熟人 大家看这是谁 塞安斯伯里 效力于江苏苏宁队的澳大利亚后卫球员 这个球员其实算是苏宁队近几年逃到的质量比较好的一个亚洲外援了 因为中超的一个奇怪的规则就是可以允许有亚洲外援 然后塞安斯伯里是来自于澳大利亚 自然就属于亚洲外援的名额 塞安斯伯里在去年 今年年初包括去年底的时候 曾经短暂租借加盟国际米兰 但是大家知道他去国际米兰的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江苏苏宁作为国际米兰的大股东 作为一个球员交换吧相当于说是 但是他在国米确实没有获得什么上场机会 没有得到太多的重用 所以现在他已经回到了江苏苏宁 他在苏宁的表现一直都很棒 他绝对是属于近几年中超联赛中比较优秀的亚洲外援了 大家知道澳大利亚拳的特征 当然都是身体强壮了 他作为一位后卫 他1米83的身高其实并不占优势 但是塞安斯伯里作为一个主力的中后卫 在面对中超各个级别的前锋的时候 一般都不落于下风 江苏苏宁目前后卫线上的另外一个外援是洪正豪 也是亚洲外援 但是我相信塞安斯伯里回来之后 洪正豪的位置应该就没有了 因为他的能力还是远远要优于韩国外援红正豪的 不过说实话 他当时转会去国际米兰队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他应该是能站稳一线之地的 其实国米的后卫线并不是像想象中那么强 虽然有像米兰达这些球员 包括像曾经的老队长拉洛基亚这些 但是我觉得塞安斯伯里跟他们相比 技术上并没有处理太大的劣势 其实真正缺少的无非就是在欧洲主流联赛效力的经验 以及能否在豪门立足的这个自信性 虽然国际米兰现在我觉得根本就称不上豪门 但是塞安斯伯里依旧没能在那边证明自己 不过其实也好了 他出道在江苏苏宁成名 现在回到苏宁 我觉得他来说反而是一个更好的归宿 我很看好他在苏宁队的前途 我觉得今年江苏苏宁把他重新召回来 其实走了一步非常好的气 对于稳固江苏苏宁的后防线来说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就是今天的第二张卡牌 澳洲中尉塞安斯伯里 第三张我们来看一下 编号又比较靠前 应该有很大的可能是A组的球员 A组的话俄罗斯沙特 这两个队之一吧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这个号码 我们来看一下 果然是沙特球员 萨拉曼埃尔莫谢尔 12年开始为沙特国家队效力 目前是效力于沙特豪门阿赫利队 这个身高体重 1米65 62公斤 绝对属于矮小型选手 那特点大家不言而喻 一定是脚下技术比较的娴熟 速度快 灵活性球员 实际上阿尔莫谢尔在阿赫利俱乐部效力很多年了 他从14年就在阿赫利俱乐部效力 4年的时间一共打进过11个球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他在115到16赛季的时候 虽然只进了一个球 不过他有9个助攻 也就是说这个球员 侧应传球助攻能力 远强于他的得分能力 他代表沙特国家队效力这么多比赛中 一共就打进过两个球 一个是在海湾杯 一个是在亚洲区选赛 所以这个拳得分能力不是很强 他的位置是一个左右边前位 实际上他是一个左脚球员 但是右边前位他也可以踢 我们知道这种身高的球员 一般作为边风的话 以速度渐长冲击力会比较强 但是在当今的足坛里边 其实身体速是真的是起的作用越来越来越高 他这个身高和体重 也真的只能在亚洲联赛的效力 就算他脚下技术无论多好 除非你到达没球王那个等级 否则的话我觉得这种球员真的都很难在欧洲立足 不过沙特队这次第一场比赛就被血洗 虽然东道主俄罗斯占据天地地人和 但是我觉得输五个球稍微有点多 不过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 当时我比分买的是4比0 我买的是俄罗斯的4比0赢沙特 在最后一分钟之前 我都是处于一个极度快乐的状态 因为我觉得我猜中了 结果最后一分钟天才少年格罗文一脚重炮刃一球 打碎了我的彩票梦想 好了 这就是今天第三张球型卡 沙特队的边风 萨德曼阿尔摩歇尔 下一张 今天老熟人很多嘛 又是一个老熟人 广州恒大亚洲外园经营拳 这个拳大家应该很熟悉吧 他是恒大从2014年开始缔造恒大王朝的最早的见证人 目前还是效力于广州恒大 金英权和前面我们讲到的塞恩斯波里 都是在中超效力的非常优秀的亚洲外园 而且恰巧的是他们的位置都是中和位 其实金英权在今年之前在广州恒大的地位 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应该说他和冯萧婷组成了中后卫的最强力组合 在搭配上边上的张灵鹏 其实恒大的后卫线在国内应该是属于很顶尖的 但是今年以来金英权的表现不是非常的出色 我个人觉得一方面随着年龄的上升 另外一方面可能是在中超联赛 效力时间很长之后 就是有一些审美疲劳了 他的表现不如之前 也有传言说恒大下一次根换万言的时候 金英权是会被换掉的那一个 那金英权其实在恒大有过很辉煌的经历 尤其是在前两年 他真的是放弃了去欧洲踢球的机会 当时德甲和易甲都有球队想要买金英权 但是恒大没有放 因为恒大出于自身的亚冠的考虑 以及中超联赛的考虑 没有放金英权走 但是错过这个机会之后 以金英权现在的状态 再想去欧洲效力可能就会比较难 他其实年纪不是很大 1990年的 2010年开始为韩国的效力 他现在依旧可以说是韩国国家队里边最好的两个中后卫之一 而且很巧的是韩国队的两个中后卫 正好都是中超配之 一个是张贤秀 一个是金英权 所以金英权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中后卫 只不过大家知道状态这个东西 没有人说得准 花五百日红嘛 总有状态起伏的时候 最后一张 看看有没有更大牌的球星会出来 不错 这个可是巴西队主力门将阿利森啊 目前效力于罗马的哦 其实我想先讲一点就是 从今年欧冠决赛 卡利乌斯严重失误开始 今年的转回市场 优秀门将绝对是 祥伯伯 阿利森就是其中最最最最最最最强手的一个 据说现在黄马已经开出了 七千万欧元的转回价 要从罗马把这位门将抢到手里 因为黄马知道自己抢 德赫亚已经没有希望了 德赫亚目前已经接近跟曼联以五年的新合约许约 因此阿利森就是黄马目前的最新目标 这个球员非常强 他挤掉的对手是谁 就是他能够坐上巴西队主力门将 他挤掉的竞争对手是 曼城队的主力门将 埃德森 埃德森跟阿利森是近几年巴西出品的 真的很优秀的两个门将 其实巴西之前一直不缺好门将 包括迪达 包括塔瓦雷斯什么的 但中间曾经断存过一段时间 前几年巴西队门将都不是很优秀 但是近两年开始 埃德森阿利森这两个球员 成为了巴西门将的典范 都是市场上炙手可热的守门员 我个人认为 阿利森今年应该不太会继续待在罗马了 在这个转回市场 他应该会被黄马抢走 因为目前来讲 几乎很少有球员可以抵守住 银河战队的诱惑 尤其是可以替欧冠 尤其是可以在欧冠拿冠军 虽然今年罗马也踢了欧冠 而且战绩非常不错 但是罗马整体的运营的策略 造成了他不可能持续性的发展很多年 尤其是他今年踢得很好之后 我相信他队中很多优秀球员 又会成为 转回市场上罗马超市的强手货 这就是今天最后一张卡 巴西队主力门将 阿利森 好 今天我们五张卡都开完了 今天五张卡是我觉得 从我们开世界被球星贴纸开始 整体质量最高的一匹 第一张 贝赫拉米 瑞士中场 澳大利亚队主力后卫 塞兰斯柏里 沙特队边风 阿尔莫歇尔 韩国队主力中后卫金银拳 巴西队头号国门 阿利森 好了 今天我们的五张世界杯球星贴纸 看完了 大家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质量一次比一次好 这几天看世界杯总的感觉 我觉得四年一度的世界杯 会带给人很多的期待 等它真正开打的时候 确实有很多的地方 会让人觉得值得等待四年 但其实我觉得近几年 欧洲包括世界足坛不断的扩军 其实对于提高本身 世界足坛的竞争性 是没有太大好处的 毕竟 你哪怕以这次世界杯来说 有很多球队 我觉得其实实力不是非常强 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强弱分明 会越来越明显 就像说 沙特 喷上俄罗斯 就是 我们无论从任何一个方面看 没有人会觉得 几乎没有人会觉得 沙特有可能爆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 可能这个观点 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 足球还是应该 把最强的 最精英的那批人 集中在一起 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杯 或者欧洲杯 如果你的参赛球队过多 如果你把参赛门槛放得过低的话 其实对于整体的比赛 观赏性来讲 是具有一定的影响的 当然了 可能体育精神 还是本人重在参与的这个精神吧 Anyway 反正话不多说 我要继续看下一场比赛了 我现在看的是 克罗迪亚对尼瑞利亚的比赛 你们看好谁呢 我看好克罗迪亚 OK 今天的球签卡开包 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